8月20日,由中国季协,台湾中国新闻学会,世新大学联合主办的第三十届海峡两岸大学生新闻营,在内蒙古大学开营。 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厦门大学、济南大学、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和台湾世新大学、文化大学、苦人大学、淡江大学、长庚科技大学、联合大学、中原大学、体育大学的近200名大学生相聚呼和浩特, 共同开启一起向未来,全媒体时代两岸新闻人的机遇和挑战主题活动。 开营仪式上,中国季协与台湾中国新闻学会,内蒙古大学与台湾世新大学互赠纪念品,内蒙古文联向台湾师生代表赠送纪念品, 约会嘉宾和师生代表共同推赶启动第三十届海峡两岸大学生新闻营。 开营结束后,新闻营的同学们将前往内蒙古博物院、内蒙古美术馆、 灰腾西勒草原、黄花沟白马部落严学基地、国家版本馆、牧田玉长城、故宫、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大俊飞、北京大学等多地参访, 全方位感受新时代以来全面生化改革的显著成果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旁古伟地。 活动中还将发布,我眼中的为主题的实践作品任务, 邀请专家开展专业讲座,进行AI课程指导, 为全媒体时代储备更多优秀的未来新闻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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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